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有办法去长期的成为这个股市的赢家 才有办法长期的成为在股市中成为提款机这样子 台股这一个多月跌了2000点下来 然后大家还好吗 我记得先前我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我在3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股票的绩效是创了今年来的新高 那时候还蛮开心的 因为那时候很多手中的股票都 股价就一直节节高升 然后我也做了一些见好就收的一些调整 那当然我在做见好就收的调整的过程中 我还是会保有大部分的股票 就是我在3月底的时候 在很多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我的很多股票在出拖的时候 我的现金大概是拉到四成 然后股票的部分大概是降到剩六成的部分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管在任何的时候 我都一定会保有股票在手上 即使我认为股票接下来的行情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我还是会握有一定的股票 是因为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 其实只要长期的趋势我认为是好的话 其实我还是会有一定的部位的手上 这个我后续会跟大家再来分享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在3月底的时候 其实绩效是创了今年来的新高 但是这一个月以来就是风云变色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在从这个礼拜开始 就是连我自己的绩效 从这个礼拜开始就赢转亏 原本都是赚钱的 然后在赢转亏的过程中 这波股市在下跌的过程中跌了2000点下来 当然我也动用了手上的现金 所以我现在目前手上的现金跟股票的部位 大概是三成的现金 七成的股票 所以跟3月底相比来讲 其实我的现金的部位是降了10%下来 然后股票的部位是升了10% 最主要是这一波的股市下跌的时候 我看到了很多的好公司 它跌到了我设定的一些便宜的价格 所以我就动用手上的现金进场去买 那在买的过程 其实一开始一直往下修正 从这个礼拜开始转盈为亏这样子 那我们想要问大家 就是这一波这样子下来 大家目前现在的账面上的亏损 我们来比比上亏损好了 亏损有多少 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 有一位John说 他现在目前账面亏损超过多少 超过千万 想跳楼 不用那么紧张 股市是没有这么惊涛骇浪的 就平常去去看待就好了 就是股票投资压力没有这么的大 就不用去太在意股市短线的一些波动 有人是说他亏了10% 花样美来只说账面亏损14万 然后其实没亏 因为他有零股息 可能是投资了一些高股息的标的 好然后当米虫说赔了30万 630一张亏10万 就是这位John是说他买进台积电630 然后一张亏了10万买了几十张 所以就几百万 630那买的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 因为我自己有在公布我自己的对账单 其实我设定的价格是没有这么高 就是很多时候很多的股票就是好股票 也要等到耐心的好价格 那不安心我们待会慢慢再来帮大家来解释 那另外这个Wendy说 手中只剩下中钢是正数 其他的都是亏钱的 然后今天的助教也被套了 已经被套了25% 对啊 好被套了25% 然后Emily说他现在账面亏了20万左右 然后等着零股息 好那我自己啦 我今天稍微统计了一下 我现在目前的账面啦就是 账面是每一年会结算一次嘛 就是去年赚的就去年了 那去年这两年的获利还蛮丰厚的 那当然今年开始就重新开始 1月1号开始就重新的计算这个 账面的盈亏嘛 那我刚才提到说 3月底的时候 绩效创了新高 然后这礼拜开始转盈为亏 开始亏钱了 现在已经4月要4月底了 这个时候亏钱 当然心情会有点阿扎 有点阿扎 那但是也得去接受 那我统计了一下 到今天为止啦 今天结算的话 我现在目前的亏损 那已经突破了100万 突破了100万 就可能本金比较大一点 所以可能已经亏到100万了 同学会问我啦 就是亏钱的感觉 当然亏钱会有点阿扎啦 会有点阿扎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行情的波动 其实总是有些时候会出人意无阿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个行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看待它 会不会紧张 会不会害怕 对我来讲虽然也会有点阿扎 但是对我来讲还好啦 因为账面亏损突破100万 对我来讲其实只是账面的亏损嘛 只要没有卖应该就不至于还会出现太大的亏损 那我先前有跟大家分享 应该说我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很害怕的感觉 第一个是因为我确认我买的都是好公司 我确认我买的价格都是好的价格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手上还有现金 还预留大概三成左右的现金 那这三成左右的现金我就放了比较宽一点 就是它可能一些我设定的一些股价 一些好的股票 它在跌的过程中可能要跌到一个更低的价格 我才会去动用这手上的现金 那这是第二个嘛 就是我手上还有现金 可以去帮助我去做一些投资策略的一些调整 那第三个其实是这几年 我从写投资家日报已经14年了 大概进入14年了 这14的年头其实已经看过太多的股市的上上下下 那这上上下下过程中 其实有些时候不用太过的在意短线的这些账面上的一些亏损 那我先前有跟大家分享嘛 就是我那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 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台股从一万多点一路的杀到 8523嘛 那时候股票的账面的亏损已经超过一千万以上了 超过千万之上 然后我没有感觉到害怕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钱都是我的闲钱嘛 就是我是闲钱投资的 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我买的是好公司 然后我买的价格是相对的一个好价格 所以即使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就是好股票跟坏股票都会跌的风险 叫做系统性风险 来的时候它会虽然会有出现恐慌性的卖压 但是恐慌性卖压过后 其实都会伴随而来的是报复性的反弹 那2020年更惨的时候更惨的状况是 我不止账面的亏损超过一千万 那甚至我手上的现金已经淡尽粮绝 已经淡尽粮绝全部用光光了 就一直跌的时候就一直买一只买一只买一只买 大家知道我手上都会有大概六七成的股票 大概维持三到四成的现金 所以跌下来的时候就一直买一只买一只买一只买 买到淡尽粮绝 买到淡尽粮绝之后完全没有现金了 那账面亏损又到超过千万了 那怎么办呢 股市那时候大家想那时候疫情来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是风声鹤唳 人类进入到史无前例的这种疫情的冲击 全球的经济陷入的停滞 感觉好像看不到明天一样 但是我那时候就不断的在投资家日报里面 还有我的演讲中不断跟大家加油打气 就是跟大家讲说寒冷的冬天过后 一定会是春暖花开的春天 那像我自己现金全部用光了 那用光怎么办 那就不看了嘛 后来的选择的方式就是眼一闭牙一咬 其实冷冷就会过去了 那当然还蛮欣慰的啦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这后续的故事 其实没有多久的时间 台股就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 那我原本账面千万的亏损 不只全部都弥补回来 甚至后来还加倍奉还 再加倍奉还回来 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其实是来自于几个 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相信 就是金融市场永远会有突兀起来的利空 那这些突兀起来的利空 它一定会造成一些市场的一些非理性的一些卖压 当非理性的卖压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好股票 它会跌到一些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好价格 那当然你在低借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股价一直往下跌 但是那个就是市场非理性的行为中 所创造出来的好价格 那当然如果你手中还有足够的现金 你可以不断的一直向下的加码 然后去等待未来行情的整个大反弹 因为其实从过去的经验 不管是任何一次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比如说2020年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或者是这个更早之前什么311大地震 还有中美贸易战 甚至2008年的金融海啸 其实他们都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状况 就是杀的过程中是很无厘头的在杀股票 就是那种非理性 什么叫做恐慌性卖压 就是大家害怕亏损 所以大家争先恐后的想要卖股票 那个就很像是就是一个地方 如果发生了火灾 大家都急得想冲出去 所以最后就会形成 大家就有听过什么多杀多的一个状况 所以造成所谓的恐慌性的一些卖压 在恐慌性的卖压过程 那个是人性所形成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剧烈的波动 但这个是短线上 短线上会因为人性的一些恐惧 而造成股价的一些非理性的波动 但是长时间下来 他还是会回到他合理的企业价值 所以其实你不管哪一次的系统性的风险 只要你能够确认你所投资的是好公司 你只要能够你确认的你当初买进的价格 没有买在那种昂贵价 没有买在那种疯狂价 没有买在那种凯子价 而是买在便宜价 甚至买在所谓的特价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市场中就会回应他合理的企业价值 当然如果你手中有现金更好 你往下跌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便宜的好公司 那时候我有举例 台积电只剩200多块 空海也只剩下60几块 那所以其实这种非理性的恐慌性的卖压 其实它会创造出很多市场 非常大家觉得可能不可思议 或者是非常愚蠢的这种价格的波动 这个就是人性所形成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是好公司 那像我们坚持的是好公司 然后如果还加上你不要融资 不要去扩大杠杆 不要去借钱买股票 基本上你就比较能够去应对 行情的一些波动 就像是欧洲股神科斯团安 你有提过说要能够成为股市的长期赢家 必须要有四个重要的特质 第一个你要有想法 你要有想法 就是你要对你所投资的公司 你有想法 你看好它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有想法 那第二个就是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这个所谓的耐心指的就是 如果股价的波动不如你预期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办法沉得住气 或者是股价出现了波动的时候 你的心脏够不够大磕 可以去忍受这个账面上出现的亏损 这个是欧洲股神科斯团安 你所提到的就是要有耐心的部分 只要确认当初看好的理由没有改变 接下来就是耐心 就是抱着耐心 那这个市场的一些短线的波动 那照它的去波动 那你有手中有现金去加码的 当然很好 你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公司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一个是想法 第二个是耐心 第三个就是闲钱 闲钱 第四个是好运 对啊 运气这个我们不谈 但是大家有没有提到 欧洲股神科斯团安 甚至美国股神巴菲特 也不断的在跟大家讲 闲钱投资 不要借钱买股票 这件事情是 在你能不能成为股市长期一家 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你只有闲钱投资 你只有不要用借钱投资 你才有办法去忍受市场 短期内的这种非理性的波动 你才有办法去忍受市场 这种恐慌性卖压 所造成的一些 很不可思议的价格的波动 那如果你不是闲钱投资 你还去扩大杠杆 像我们今天 我们的小编就有在群里面分享的 他可能一些朋友 他们之间的这个 LINE的讯息 有人买了100张的台积电 然后压力好大 他说买台积电为什么压力很大 因为他用融资买台积电 所以这台积电股价跌破530 然后好像被迫要断头了 因为融资维持率 信用会之下维持130 所以你就会被迫卖股票 当你被迫卖股票的时候 你常常有可能是砍在阿呆国 但是如果你是闲钱投资 基本上其实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而且你只要确认你所投资的是好公司 那自然而然他长期以来就会反映出合理的 他的一个价值 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学 有几个同学的一些分享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其实我长期以来 一直就在跟大家强调 就是理财钱要先理薪 这位同学其实他过去以来 他从来不知道怎么去理薪 因为他总觉得账面上看到赔钱 就是阿杂的 就很阿杂的 套牢就是烦嘛 就看到账面上亏损你就会烦 但有些时候如果股市不好的时候 我就关掉电脑我就去爬爬山去泡泡温泉 这样其实真的没什么太过在意的地方 因为其实你只要确认你买的是好公司好价格 他终究会回到他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这位同学他过去也是一样 他可能账面赔钱他就阿杂 然后套牢就是烦 然后尤其他去年 他去年有买一档股票 他那时候是买华星 然后买完之后 台湾就开始进入到三级警线 然后他被套牢了11个月 而且他买了不少 他买了不少 这位同学说他买了不少 然后他还蛮欣慰的 还蛮庆幸的 就是今年初的时候 他就有上清荣老师的课 然后他也买了投资家日报 甚至看了清荣老师的影片 然后我们日报在2月中旬的时候 有在追踪华星 一年写了5篇 关于华星的一些介绍 这位同学他就上周就获利了结了 而且他最后这个华星这辆股票 虽然先前是账面赔钱的 但是他最后是获利了49%出厂 所以换言之100万就赚了49万 然后200万就赚了快90万了 很开心看到同学赚钱 他也非常谢谢多亏老师日报的指引 这个就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其实 如果你确认你买的是好公司 然后你不要借钱去买股票 不要去借钱去买股票 股市短线的套牢 其实长线还是会回到他合理的企业价值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另外又有一位同学的回馈 他就说其实他这段时间 他慢慢的越来越体会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报酬是耐心等出来的 然后报酬也是属于顽固的坚持的投资人 而且报酬也终究会归给有胆势的人 有些人他无法理解我们这个门派的可能就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懂得去寻得保障 那我追求的是什么 我追求的其实刚才这同学有讲胆识 那我长期以来我认为其实股票要赚钱三四很重要 第一个要有尝试 第二个要有知识 第三个要有胆识 那尝试是什么 尝试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很屁话的东西 都觉得是废话的东西要尝试 比如说我长期跟大家讲的买低卖高 这是不是尝试 大家说这个这觉得是尝试 但是要怎么做到买低卖高 那可能需要一点知识 这个知识可能是财报分析的知识 可能是技术分析的知识 不管任何的知识 你可能要透过一些学习 让你去帮助你去判断买低卖高的知识 那有了尝试有了知识之后 那最后能够赚钱与否还是来自于胆识 所谓的胆识就是股价跌到了便宜的价格 你敢不敢买 很多人看股价在跌就不敢买了 就会很莫名其妙就不敢买了 就平平股票要赚钱就是买低卖高 只有股价在跌的时候才会有低点 你只有有尝试有知识有胆识 才有办法去长期的成为股市的赢家 才有办法长期的成为 在股市中成为提款机这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